我的嫂嫂的妈妈 她是一名护士 然后她就介绍说 为什么你不要去尝试一下护士 所以我才会去了解护士是什么 然后就从中我得到的那个讯息 其实护士就是我想要的工作 对我来讲我不会觉得很辛苦 我很希望我可以出一份力 可以帮助他们 在北海洗肾中心 何宇文总是笑脸迎人 做家访时就像是来探访亲人 我觉得她很亲切 好像一家人这样 每次我们去慈祭的时候 她也会跟我们讲我先生的事 我们不只是会聊她的病情 不只是会聊说她在洗身的状况 我们会聊说 Auntie你回家OK吗 跟你孩子什么这样啊 吃了些什么啊 去哪里玩啊 我们都会互相分享 世病无亲 这不只是来自专业的素养 在学校时加入慈青社 让她感受更深 因为我是Under慈祭赢助 很多好像 志工爸爸妈妈 他们都会来送爱 有几多年来远离家乡 读书就业 这份法亲之爱 最温暖 也让她更欢喜去付出 工作之余 报读了学士课程 就是为了要给患者 更好的服务 我用我的知识去解释给她听 好好的解释给她们听 然后让她们了解 原来要怎样照顾自己身体 然后她们会变得更好 不忘当初的信念 让梦想起飞 也让爱更有力量 当然新闻李婉军 庄慈林 马来西亚报道 谢谢大家